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在拥图,我是你们的岛主 那大家知道啊,这辆车啊,这辆车是萌萌的2号啊 包括我那辆蜗牛3号,包括就是我们这批费德姆460啊 一起团购的小伙伴啊 所有的这些车呢都有一个功能是挺吸引人的 就是这个直供水系统 那什么是直供水系统呢 就是家用的自来水的压力啊 直接接到我们车上 那它是不经过水箱就直接到用水点了 比如直接到我们的厨房 直接到我们的卫生间啊 我们洗澡啊 然后呢,水泵都不动了啊 然后那个水压要比我们的水泵压力要大多了 那大家很羡慕我这个功能呢 很多已经玩了房车的小伙伴啊 包括准备订房车的小伙伴都想要这个功能 问我怎么回事 那有些小伙伴呢甚至问了厂家厂家不知道怎么弄啊 然后他问我怎么能说一下 那我今天就拍一期视频啊 其实这个挺简单的 厂家这个都不会弄啊 有点说不过去 没什么技术是吧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但是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如果你去订车 你的厂家不会怎么弄的话 你就把这个视频给他看一下啊 他的水电工看一下就知道了 装配工都知道了不难的啊 尤其给他设计师看一下就更好了 因为设计师有些真不知道 因为他可能啊 这个有些东西能会设计 有些东西设计不出来 那我这准备的大堆东西啊 这个就假设一下了啊 假设这个就是我们房车的水箱啊 这个确实是不太像啊 没有水箱这样的 那你们就就当房车水箱好了啊 那这个呢就是水泵啊 这个是真真实实的房车上的水泵 是个坏的啊 是我以前换上来的 房车水泵水箱 那我们的水呢 是加水通过加水口加进来的 对吧啊 这个叫重力加水口 那是压力供水口 那我们跟说的就是 怎么样把自来水这个 家用自来水这个 加一个压力供水口给房车啊 那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正常的一个呃 演示了 这个是我们的房车的水箱 然后这个是水泵 水泵把水从哎 水箱里抽出来 看到没 这是进口 这是出口 能看到吧 哎 那这个呢 就代表着我们可以到达各个地方了 比如到我们的室内厨房啊 到我们的房车卫生间呢 用水啊 就是在这里了 这就是整个水箱出来的水啊 那如果我们想实现这个 呃 压力供水怎么办呢 就需要在这个位置再接一根管啊 比如这根管啊 我大概比方一下 那这里呢 就是这边进口 这边是出口 在这里呢 接个三通 我这就演示一下 我这没有三通啊 这个假设就是个三通了啊 别看他出来了 假设就已经接上了 这是个三通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需要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 我记得原来有了 找不到了 叫逆止阀 也叫指挥阀 也叫单向阀啊 这个网上买都买到的 那个管呢 你配几分的就是几分的 一般我这个车都是四分的 所以我配的是四分的 一个逆止阀 假设这个红的就是逆止阀 它就是一个一进一出啊 它可以一外丝一内丝 就是你直接可以把它接在这里 也可以接在这里也可以 那你把它接在三通的头子就行了 三通的头子你就接一个 哎 这个红色的代表一个指挥阀 那这个起到什么功能呢 这个罚就是这个水啊 只可以从这出来 不能进去 懂吧 就跟皮球似的 许进不许出 它这个鼠 许出不许进 啊 理解了吧 然后呢 我们这里再装一个 看到没 这个其实我上次讲的很清楚 这个还是没看懂 所以呢 他这个 哎呀 哥们要求我再给拍一个 我给你拍一个 你把这个给厂家看 应该明白了 看到没 这个呢 这头就可以接在这个 啊 家用自来水压力上了 还接上之后啊 接上之后呢 你看到之后呢 这个只会发起到什么作用呢 是也是许进 不许出 就是说当 我们用水泵抽水的时候 从这个水箱啊 往处抽水 多多多过来 这里能过来 这里是出来了 出来了 因为你是三通的 他也会上了 一上到这他过不去 因为这个地方是 只可以进 不可以出 然后呢 他们怎么办 只能往前走 到我们的各个用水点 这个地方啊 那当我们把这头 接到这个压力供水 就家用自来水 往上的时候呢 你看一下 他水进来 看到吗 这个是单向阀 往这边的单向阀啊 许进不许出的 进来之后 他会往两边走 但走到这边 是走不过去的 因为这个地方 有个指挥阀啊 起到就是不往这边 走水的目的 然后水就自然 从这里过来 怎么样 就到我们各个用水点了 能看明白了吧 这个不复杂了吧 这是用水点 这是这个压力供水口的 那个供水点 然后有了他之后呢 水就不会冲水泵了 也不会冲水泵 往回 加到水箱里了 所以你的水是直接 自来水过来 走过来的 不经过水箱 不经过水泵 这样相对卫生一点 而且压力要大一点 好了 那今天呢 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了 这个比较 带营地啊 东西比较少啊 要去那哪 去他们防车场拍的话 就直接给他组装一个 模拟的一个系统就可以了 那就是这样的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你具备这种功能 不是每个防车 你小伙伴改都能改的 首先你要具备你这个 水管的压力 能达到家用自来水管的压力 理解吧 不然冻冻都爆了 尤其你那种什么 这种菇的啊 什么皮管的 这种都不用想了 啊 肯定是不行的 一般建议的话 就是用我们这个 团购定制版的 全是食品级的 304不锈钢 波纹防爆软管啊 这个就OK了 四分的 基本上所有管头都四分的啊 四分的你只发 四分的管阶就可以了 啊 达到这个之后呢 你做好了之后 也不能用 记住了 不然的话 万一你靠近那个 呃 电池舱 靠近那边去水 蹦蹦了 你东西都烧了 怎么办呢 就是先打压测试啊 按照家用自来水的标准 打压测试 确定 不漏了 没问题了 然后 才OK 合格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这个小伙伴 我已经分享给你了 如果还不会的话 你私信我 再不会的话 你报销路费 我去帮你装就好了 是不是 这个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房车生活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在永途 我是倒竹 一直在路上 我们明天见 拜拜